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 旧金山国际机场国际航班的出进大天宛如一座空城 带您去看看 这是旧金山国际机场深夜的景象 原本应该是乘客摩肩擦肿 现在宛如空城 以往大部分飞往亚洲及欧洲的班机 都是在深夜起飞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后 各国政府下令进航班 民众也不敢搭飞机 原本抗疫堪称各国楷模的台湾 现在由于境外感染人数暴增 日前政府下令禁止所有转机 包括旧金山回台北的班机 原本有许多东南亚的转机乘客 现在全部禁止搭载 华航因此减班 昨晚回台北的乘客不到100人 我现在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从网络上面看到台湾 现在这几天增加确诊的人数 都是由海外进去 所以其实压力很大 然后也不太敢跟亲朋好友讲 但是亲朋好友呢 在LINE又不断的关心 那这次访问 实在是因为学校已经 shut down 那甚至到上礼拜 Berkeley的那个建筑都已经 都锁了 所以不得不回去 在伯克莱担任防御学者的Kevin 住在伯克莱北边 他说居民跟商店都很有善 不像台湾媒体把美国描述的很可怕 不过也有乘客回台湾 是因为觉得美国越来越危险 美国的整个防御的系统很露实 然后看起来这种状况好像不是很乐观 觉得有点恐怖 然后再者我本来这个时间本来就是 每年大概这个时间就会回台湾 后来是因为本来想延后 后来看看这种状况 好像觉得好像还是回台湾比较好 平常车水马龙的机场 大牌长龙等待Uber的乘客 现在都已不目见 可以想见这场疫情对旅游业 尤其是航空业带来的冲击有多大 过去一位南球的停车场也是空荡荡 在过去不论是出境还是入境大厅 停车管制人员总是催哨子感人 现在只剩下一两辆车 值得一提的是 亚洲许多航空公司都要求空服人员戴口罩 但美国的航空公司还没有这么做 此外尽管已经有TSA安检人员 被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反应 但是大部分的安检人员还是没有戴口罩 有专家表示 过安检时放置随生物的盒子是最脏的 过完安检手续别忘了立刻洗手 2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 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 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